然后你看看下面这些功能 我们找找它的domain 就是打滑那个x 究竟是否什么都可以呢 譬如它是y2x加1 x是0、正数、负数、分数、小数 就是看那些 你看下去这个基本上 x是什么都没问题 正负数0 因为这样是2x加1 所以我们写就是set of all real numbers 所有的实数 set of all real numbers 这个y2x,3x2加2x x是0,正1-1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一样 set of all real numbers 好,cx是什么都可以 y1over x-1 留意就是看右手边 这个是分母来的 x加1 如果一个数 那个分母 是不是真的 分母是什么都可以呢 其实就想想分母是不可以0 1除0就是undefined 所以x 基本上都是set of all real numbers except 1 它偏偏不可以都是1 因为如果x是1 就是1over 0 就会出一个undefined的答案 好,d 都一样了 set of all real numbers 好了,part e y就是square root x-2 那我要是square root square root 那就是make sure 这个一定要是正数 x-2 它最少都要0 大个等于0 那x-2大概等于0 就是x要大个等于正2 所以我要是这样写的 set of all real number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2 就是所有real number 它大个等于2 就已经ok 好,再f 那就是用下一个分数 y等于x乘x加1 over x-1 分子无所谓的 就是x什么都ok 分母就不可以0 那所以呢 同样domain 就是set of all real numbers except1